大家好,欢迎来到功夫者 今天我们进行传统武术动作该如何进行实战的一些讲解 我之前是练男拳,后来练拨机 男拳里有个动作是挂盖,给大家做个示范 很简单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拳往下甩 这只拳往上甩过来 做的时候呢,我们要做实战格斗的时候 我们肯定不能这样 这样子的话,我们头就露出来了 很危险 我们要做的时候呢,是打出去 然后这只打出去的时候 这个手保护回来 然后快速的收回来 甚至前手打出去 打到这个位置 打到这个位置 碰,打出去 可以横的打出去 然后 碰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使用 那很多人呢,说搏击和武术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实战不能实战 我要告诉你,搏击里边所有的动作可以说都是从传统武术里边摘出来的 所以没有什么能打不能打 只是说他实战的场景适不适合去进行搏击实战 但在实战过程当中的话,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核心 演练我们这些套路的时候呢,我们就不会讲究那么多 如果没有进行长时间的实战对抗的话 自然而然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,我们就没有目的性 把它变成实战 自然而然就有了它的威力 接下来 Win North